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个三嫂大唐的比赛 那官大方这边上的武装罐的单风 配合着化身普陀 地合着三大补助 保着一个三嫂大唐 那最大方上的是一个盘司武装 宗师家魔王 一把阴阵也是小克的官大方虎城 5%虎头位的三嫂大唐这边 十一层建议 一斤有了两下一万 直接建设四千八 帅啊,太帅了 官大方十二层的建议啊 刚才那是第一次出现建设的情况 王两追魂加了6%的伤害 诸天看护加了六层 是加到了一个9%的伤害 这样令其增加的是一个4%的伤害啊 没有漫天 惊崩四层 那这就是官大方这么一个情况 虎头大唐 呃,该有的辅助技能也都有了 啊,伤害这个方面是不成问题的 那官大方这边再上一把天地同兽 保证大唐官府的顺利出手 因为对面这种阵容 还是比较怕天地的 啊,尤其是如果这个团队本身 嗯,不像豪门那么强嘛 啊,不像豪门那么强 有那么深的啊,宝宝底子 去打基础啊,可以说拿天地同兽没有丝毫的办法 那豪门 人家毕竟上个多 地厅也多啊 那你这天地有的时候确实 不好打 啊,普通团队的话还是可以的啊 还是可以的 现在这边是3.0元啊 这个也是有一个3.0元的巨剑 哎,我发现最近这个三嫂大唐 不怎么喜欢用战神宝典啊 啊,一个巨剑一个战敌啊 咱们就不带战神宝典了 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这个战神宝典啊 一把战敌加上 看一下是把的还是弓的 射魂给地厅 战敌在家 因 九藩清廉 防止攻地厅 啊,那是法的 啊,是法的 看一下观察方能不能担得住啊 1600,1300好像 好像还行啊 但化身色这个点的话 是有概率要倒地的 1600 没了,明火炼龙少下也行 烧,烧,烧了大唐了 对,化身色又卡了一大惊了 哎呦,烧化身色,化身色没得了呀 里贴 贴宝库 宝库才跟个大唐 啊,打不太动 有天地,有落花城,你都打不动 对面是3.0元的明火炼龙 这也是魔王的一个门派 林宝啊 3.0元的话是烧到一个等级乘以3的一个伤害 等级乘以2 啊,3 875等级乘以4 等级乘以5啊 对,875应该是等级乘以5 3.0元等级乘以5啊 7.0元的话是等级乘以10啊 就是1750 反正之前我做单挑的时候啊 因为几年前啊 咱也是做单挑解说的啊 呃,那会儿单挑的 喜欢用这个技能 呃,5基本不用啊 就像我现在基本不做单挑了啊 但有些技能还有点印象 有点印象 啊,话又说到这儿了啊 就很多小伙伴私信我说 小胖你为什么不做单挑啊 呃,之前咱也做啊 单挑人家雪山那边打的也确实多啊 剧情也给力啊 播放量也高 流量也高 但是怎么说呢 就做雪山那个PK的太多了 后来我也就慢慢的去放弃了 有流量啊 那个流量真的高 慢慢但是还是就专心做5v5了 9000 哎,163 你是好兄弟啊 12000 好家伙啊 这个163出的 再出一下对面就要炸了 啊,因为这个天地同兽这玩意儿 哎 哎呦 这第二下12000 第三下得打多少呀 啊,当然有更 有比较好看的那种单挑咱也可以做 只是咱们的主要任务还是做5v5 还是做5v5 一把金钦 我当年起步就是靠着做老视频和这个单挑起家的嘛 啊,做一些以前百花村的老视频啊 啊,还有那些雪山的单挑啊 因为那会儿什么 乡亲爱情啊 还有什么扫地生啊 就那拨人 我是做那会儿的单挑起步的 因为单挑好做呀 就俩人 打过来打过去啊 不管是技能呀 什么的啊 一为一也不存在什么跟队友的一个配合啊 就自己跟对面打自己 找套路啊 也比较的精彩 但是做起来确实轻松啊 比5v5要轻松很多啊 你这十个 十个人跟两个人的差别大了 慢慢咱们再找吧啊 有一些比较好的单挑视频咱可以做 那观众方这边现在 金风啊 已经迭回到了八成1600 砍了个阴骨头 哎 建设到一个 走势不妥 再来五千 好笑 我感觉观众方切谁都可以 以目前观众方大藏这么一个状态 再加上无间地狱的加成 切化生死 感觉都跟切菜一样 那切别人 是不是就更容易了 有了谁生建议 他是不会被贴保护 而且是有一个建设的效果 大家也都看得到 观众方这边 也可以继续啊 去用一个天地同手 来保证自己大藏的一个出手 还是很有必要的 一把金钦 这个威力已经出来了 而且大藏这边灵活性 现在也比较的大了 他有巨见 他就有一定的灵活性 管于你保大藏 紧箍咒套起来 大藏还是比较惧怕 静疗和这个紧箍咒的压制嘛 静疗配合紧箍咒 压大藏其实很疼 对面魔王又给了个明火炼炉 一个紧箍咒加明火炼炉 那每一会儿都烧你两千多呀 也亏得观众方辅助也多 有普多山的灯 化生死也能活活血 就你看上去 大藏负担也不算太重 这普多山的灯就厉害了 能够抵消掉对面紧箍咒 多一半的伤害 多一半的伤害都能给你抵消掉 一把鬼眼打上 诶 观众方怎么不打这个天地同兽的呀 你不打天地同兽很容易被针对的 起个干叫 日月乾坤再套一套 无魂扔给大藏 再来 不让你扫 踩着干将的大藏确实有点恐怖的 尤其观众方这个伤害 两把无魂你不必舔 谁说的来着 哪个指挥说的来着 两把无魂是必舔的 直接三把无魂了 舔了 对面这个头子也有点大的 但你说下回合怎么办 诶下回合可以封印啊 观众方武装观啊 这边被套了以后是没有条件 去天地同兽 对不对啊 下回合对战皇可以选择来封印一下这个大藏 华生死和弧多山啊 谁有水清的话 可以保一下 来 再套一个地府 没套中 五子金 给到咒诗 小死亡要点 但小嫂没挂中 度结金生 保一下华生死 自己保自己 摸进夹上 九凡清莲 紧箍咒 看一下能扫多少血 啊 水清保了一下 细节 一定会保的 你想 扫了对面 盘思啊 这触不及防 我还以为 扫对面咒诗不夺呢 啊 那既然这个 五子金给的是咒诗不夺的话 没扫咒诗 咱们就可以认为观战方 是防止对战方 咒诗不夺 来扔翻文侠 对吧 扔翻文侠 来牵制观战方 大考 啊 这踩着干净 直接把盘思 就给你切掉啊 一个双抗位的盘思 直接被切掉 猪天看护啊 这回猪天看护加满了啊 八层的猪天看护 加到的是12%的一个伤害 漫天也有一把啊 也有一把 嗯 观战方 这灵源一直没有用 一直没有用 看看点了没 他这个经脉啊 啊 没有点这个经脉 没有点经脉 用不用就无所谓啊 起火焰伞 干将也结束了 看一下下一个目标 选择谁吧啊 对了我想的 又打了一把 天地同手 给无魂啊 还是控制 对面的咒识不夺 那说白了 还是怕对面咒识不夺 来牵制啊 化身色 赶紧活一扣 火满 看一个小四海 化身色 选择加银钢 啊 这个血量是够的 但是 对面咒识不夺 没中无魂 打出来了 我还是那句话啊 那观战方 不打天地的话 这个大同出手方面 确实很受影响 一倒地了 倒地以后 金风没了呀 十二层的金风 好不容易又攒齐了 现在又没了 没有 卡了一个大金 没倒地 那还行啊 没倒地 金风就还在 十二层的金风 加的是 二百四十点的伤害 相当于是 三十段的太阳石 那个加成 可有点太高了 多么恐怖 最近观战方 这个团队 一直在玩三少大当 侵略如火 好家伙啊 平时咱们奇迹如风 剑的比较多 侵略如火 剑的就少了 加伤害 加伤害的 还有那个不动如山 奇徐如灵 砸四千 这个血量 还是够的 还是够的 但是头上有无痕 又舔了 但是飘出一把漫天 就不亏 还能再多加 百分之五的一个伤害 两把漫天了 这把漫天 观战方是不亏的 本身三少大行 就没时间去飘漫天 前期要积攒 后期要狠扫 对吧 哪有时间飘漫天 这种被动的飘飘漫天 运气到了 也是不错的 肯定温柔一棒 都看哭了 如果有朝一日 温柔一棒 转到了立地 他也免不了 飘漫天的漫长之路 还是要飘漫天 聊歪了 那咱们继续看 这边天地同手 打上了吧 没办法了 你不打不行了呀 头上的无魂 还在 这天地不打不行啊 观战方也中无魂了 看一下观战方 打疼的这个意志力啊 感觉也不怎么坚定嘛 这回坚定了 三千七开刀 魔王倒地 八千五 两刀满血武装 直接被砍死了 你就说这大狂 但凡出一次连破 对面就崩盘了 但是 他就是不出 一把连破也不出 都是命啊 万般不由人 头上的无魂 还没有解掉 水清 把落花承尼给 水清掉了呀 把落花承尼 关键是 这回合没解掉 无魂也不要解啊 大方本身也自己也休息 自己也休息 砸钱 看下下一个目标是谁吧 扫谁谁还运呢 扫化身色都扛不住 没船 没有无穷大 换个目标 换个谁啊 扫化身色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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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化身色的 这个命中率是着实是低 七星咒 太怕这个法宝了 但是对面就是不说 正好卡着这个速度呢 又给你扔上了 又中了 但是又飘出一把漫天 这样的话 关大方三嫂大堂就三把漫天齐全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三把漫天15% 这样另起4% 这就将近20%了 诸天看护12% 王俑追魂6% 这就是18%加20% 这将近40%的伤害加成了 40%的伤害加成 然后还有12层的进风 240点的伤害 虎头胃 虎头胃再加30%的伤害 被小克减5% 然后 稍后能不能出个魔晶孩子 这大堂 赶得上两个大堂的伤害了 状态太好了 小死亡 就这个地府不太给力 小死亡各种挂不住 这三把漫天是被动飘出来 这很无奈 4000一开刀 这 哎呀我这 这咋扛呀 他就是不出连破 这漫天出的不少 连破出的不多 天地捅烧 继续给大堂 官党方这个思路没毛病 就所有的单位 就为大堂服务就对了 只服务故于大堂老板 户头卫战的 没有毛病 没毛病 大堂又能扫了 一把无魂 对面还是法宝流 咒识不多 其实可以 官党方 不得山可以给一个清新咒 可以给一个 小耸 这回挂中了 那但 如果能扫出去的话 这个咒识可能扛不住两刀呀 来砸一下 3100 破多山补个灯 大堂你一直坚定一点呀 一直很坚定 3200 扛了 出甲了 这个甲出的很及时 这二三刀扫出来 但还是不出连破 但凡出连破对面 早崩盘了 这要对面 咒识不多 倒地以后 官党方这个 进攻环境 就会 好很多 这些大堂 一直一直也不太坚定 赶紧回口 一把延长 以后啊 咱们兄弟们啊 有人打见会的话 看到三嫂大堂 一旦他有了十一层建议以后 掉头就跑 对吧 掉头就跑 不给他快乐的机会 想快乐啊 一边去 掉头就跑 恶心死他 你说这得多气啊 尤其是啊 他这种状态 加的特别多的时候 就不要给他这么多 很少的机会 三千五 两刀四千三 卡了一丝血 最后一下 四千六 哎呀 又是一个魔镜的孩子啊 你想这孩子 还能增加 百分之二十的 物理伤害结果 啊 现在官党方 大堂的伤害啊 绝对是乘以二了 已经翻了倍了 还魂咒 再拉起来 但还是不出脸破 再来一把金青 神子 大头又可以动 对南方还是小防宝丢一丢 走一个防防流的一个路线 看一下意志力啊 又是考验意志力的时候 射魂 这是给了谁啊 这射魂 怪南方水清 继续保出手 使得扔给 真的要扫对面 二位吗 不对啊 怪南方一直不坚定 怕对战方的这么一个杀人厉皮吧 不是啊 就是单纯的想把对面 这个宝宝清了 你这是无魂是真的天 哎呦 这还没解掉 嘿嘿 这个大头 可以的 可以的 无魂没解掉 一切就皆有可能啊 一把岩巢送出去 地厅换出来 再来一把金清 关上魂金清怎么这么多 又舔了 可以啊 再漂一把漫天 但这个时候漫天已经没用了 这货啊 意志力薄弱的小伙伴 不建议玩这种三嫂大 罗汉继续盖起来 房地厅 小死亡 水清再宝出手 反正方几乎每一回合都会宝一下 但就是这个法宝你管不了 你七星咒也是有CD的 而且这个七星咒只能是化身和 普多山用 最好是普多山 因为化身死稍微速度还是有点快 来再给你把狠扫 两千切 再来一下两千九 有魔力有连破 没有出 还是不出连破 还是没有出连破哟 约约乾坤再套一套 落花扯尼 再封大堂 不过呢 对战方 狗山的药还比较多 盘斯的药比较多 这个药品方面 对战方倒是还能玩 还能玩 可能九转方面 会吃点尽 卡了一个乌龙丹 给大堂卡乌龙你在防啥呀 你很早休息 落花扯尼也中了 没打掉 小死亡在挂魔王 还是靠地厅 战力再加上 队长方应该是放弃了 工地厅 死亡 四万九 四万三 神佑 没了 没了 不是 你这打法有问题 你投资这么多一个地厅 你就冲着对面魔王去了 是不是多少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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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天天物 大财小用 你投资这么多地厅 怎么着不得冲着对面化成丝 一把拒签 七点零元的拒签 一万六 直接送过去 那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看 没有点关注的帮忙点关注 没有点赞的帮忙点个赞 谢谢兄弟们 实话实说 你投资那么大 冲着个魔王过去 确实亏了 拜拜